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应该是每一个不同的音乐方向都希望在今年的巡演当中做到更极致的一个标准 其实演唱会当中有一些特别的歌曲 这一次的巡演是目前为止是七盏 然后呢陆陆续续的会大家听到一些新歌在演唱会当中出现 出道十年 亮影凭借超高人气收获了超多两本 这次发布会更是因为粉丝的各种小惊喜 让整个发布会现场多了许多温馨的场景 让亮影直呼感谢最棒的大家伴着自己 同时当粉丝问到为何十年后才来长沙开演唱会时 亮影开玩笑地表示 R2015对于亮影来说是注定不平凡的一年 出道十年 说过女神称号 越来越多人爱她 爱她的音乐 这也是她坚持的动力吧 网络网新闻祝福女神7月4号长沙战演唱会震撼新城报道 留言2 张亮影2015Bound the World 巡回演唱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 这是张亮影美国学习归来后的首次公开亮相 发布会现场亮影一头短发 一袭黑色小短裙 少了霸气的女神伴 多了些小情心 2015张亮影Bound the World的巡回演唱会将展现她十年的华丽蜕变 她也表示 这次演唱会会有很多惊喜等着大家 会加入更多的电子音乐的元素 然后包括之前我们的一些影视歌曲和中国风的系列 所以应该是每一个不同的音乐方向都希望在今年的巡演当中 做到更极致的一个标准 其实演唱会当中有一些特别的歌曲 这一次的巡演是目前为止是七站 然后呢 陆陆续续的会大家听到一些新歌在演唱会当中出现 出道十年 亮影凭借超高人气收获了超多良本 这次发布会更是因为粉丝的各种小惊喜 让整个发布会现场多了许多温馨的场景 让亮影直呼感谢最棒的大家伴着自己 同时当粉丝问到为何十年后才来长沙开演唱会时 电影开玩笑地表示 2015对亮影来说是注定不平凡的一年 出道十年 做过女神成后 越来越多人爱她 爱她的音乐 这也是她坚持的动力吧 网络老新闻祝福女神七月四号长沙站演唱会 震撼新城报道